锐血纷纷似鹅毛 飘扬柳絮满穹摇 但则见冷月书星飞蹄鸟 待不得乌鸦把赤摇 行路人迷失了阳关道 白头翁踏雪 寻眉过小桥 山穿井举木桥 飘飘去荡摇摇 云横秦岭崎岖路 粉饰南洋旧草毛 长空似有玉龙闹 猛回头杏花村内 九旗飘随风上下摇 前文书咱们正讲到 这乾隆皇帝 因为这个前方的领军大帅 侧龙以及这个清开大臣 也就是随军参赞御宝 这两个人呢 频频失误是坐师军机 前后两次中了阿姆萨纳的计 把这个阿逆活活的就放跑了 让他呀投奔了哈斯克的阿布赖汗 所以说呢 这乾隆皇帝一生气 这二位啊就地免职 哎本来是准备啊 就要押送回京了 可是这皇上觉得这两个人呢 熟悉前线的情况 留在前线呢 可能还有用处 于是啊就另下了一道旨意 虽然啊免了这两个人的职 但是啊留在前线效力 意思是说呀 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所以说呢 咱们先按下这两个人不表 咱们还得说说这阿姆萨纳 那么说这阿姆萨纳逃到了哈斯克 这哈斯克韩国的大韩阿波赖 对他怎么样啊 哎那是肯定不怎么样 您可别忘了这阿波赖啊 前两年还是准央尔韩国的人质 经过这个两国呀 多方斡旋才得到释放 他心里就认为 这准央尔韩国出来的人呢 是没一个好东西 少文书咱们也说过了 之所以要收留阿波赖那呀 他就是想在这个 原准央尔韩国这片草场上啊 建立一个臣服与我的傀儡政权 那么这政权建立没有啊 建立个屁呀 眼睁着这个大清朝的 五六万军队还在新疆呢 这会儿帮着你阿波赖那 打回老家去呀 哎恕我这个哈斯克韩国呀 没这实力 那也不能让你白吃饭 于是啊就给这个阿波赖那 三两千人 再加上他的二百三十名 威拉特骑兵啊 偷偷的潜进这个墨西蒙古地区啊 你们呀去给我打股草去 哎专抢这清军的资重 您别看这会儿啊 如同丧家犬一般的阿波赖那 还成了这块草原上的香饱饱了 这俄国人呢 就派到了哈斯克一只使团 这只使团的头子呀 叫做阿波多尔卡斯金诺夫 那么这只使团来到这个哈斯克韩国 是为什么呢 他们呀 就是想把这阿波赖那 弄回恶国去 那有人就说了 要他干嘛使呢 哎目的很明确 这俄国人也想啊 在这个原墨西蒙古地区建立自己的一支傀儡政权 有这么一本书啊 叫准戈尔韩国史 哎谁写的呀 当然不可能是准戈尔人 咱们都知道在乾隆年间 这准戈尔韩国呀 就被这乾隆皇帝彻底灭国了 哎咱们之后还会讲 那么说是大清朝写的吗 哎大清才不会写的 大清朝要写呀 就是自古以来这块地都是我的 那么是谁写的呢 那只有啊 是得不着还想要 猫不着还眼红的俄国人写的 这俄国人所写的准戈尔韩国史上 毫不避讳 直接就这么说 俄国政府完全清楚 跟强大的威拉特韩国比邻的 对西班利亚可能会造成危险 但是过分的削弱这个韩国呀 也与俄国的利益相抵触 他们尤其不希望啊 清帝国完全征服准戈尔 那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呀 在这一地区呀 建立一个松散的游牧韩国 那么这俄罗斯帝国呢 还可以对此地区的牧民呢 进行控制 干嘛呀 收食物税呀 就像啊 他欺负这个西伯利亚 还有咱们这个黑龙江沿线的人民一样 大致的征收食物税 哎什么叫征收 我其实就是抢啊 那么这块地方 要成了大清的属地呢 那这大清朝廷啊 肯定是不会让你随便抢 虽然说这山高水远的 编长莫及吧 可是啊 抢起来 惹定是没有那么方便了 这俄国人呢 和这个哈斯赫人想法是一样的 最好啊 是在这个魏拉特地区呀 建立自己一个呀 傀儡政权 最不计的 也是给这阿姆萨纳呀 配备一支游击队 把他呀 打回新疆啊 祸祸祸去 这样呢 哎就好比是自己呀 放出去一只鹰 杀出去一条狗 保不齐呀 还能给自己呀 时不时的贤惠半只兔子腿什么的 可他们也知道 这会儿的阿姆萨纳呀 哈斯克汗呢 也是攥着不放 很明显嘛 这只狗啊 哈斯克汗 阿波赖呀 已经用上了 所以说呢 他们到了哈斯克之后 跟这阿波赖汗 只能说呀 他们是过来协商 这个通商仪式的 哎 找好了地方啊 选好了纸 咱们就开始互试了 我们呢 买你们点这个马茬 你们呀 买我们点沃特杆 其实他们一来呀 这阿波赖呀 就知道他们干嘛来的 不过呢 这个有基于 这个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呀 哎 他也没明说 既然你不提呢 我也不提 可是啊 背地里暗暗的 对这个阿姆萨纳 是严加看守 这俄国使团的人呢 根本就接近不了阿尼 据这个卡斯金诺夫 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呀 他说每天晚上 阿姆萨纳的帐篷附近呢 安排了三十多个哈斯克看守 哎 这下完了 一是这阿尼呀 根本也就跑不出来 二呢 是谁也别想靠上前去 那这样一来呢 只好退而求其次 这卡斯金诺夫啊 只好秘密的联络着 阿姆萨纳的亲随 他跟这个阿姆萨纳的亲随说呀 告诉你们的大汗 俄罗斯的大门呀 是向你们敞开的 这次我们来呀 就是想把你们呀 一同带回到奥连堡 到了那之后啊 咱们就等着这个沙皇的旨意 好借给你们兵 粮 钱 以及军械 让你们复活 阿姨这位亲随呀 听完了之后 我差点就哭了 说那您呢 得赶紧想着 这哈斯克人呀 对我们非常不好 他们是我们这 二百三十个威拉特骑兵啊 就同囚犯一般 还把我们呀 安排到他们的军队当中 去抢这个满洲人的东西 让我们去打冲锋 不但如此啊 您看我们大汗了吗 也就是阿姆萨那呀 他的那些家眷呢 也遭受着极为刻薄的待遇 还别说 给一些牲畜牛马去放牧了 甚至啊 连帐篷都不给 得 这大汗的家眷们呢 只能是木天席地了 所以说这阿姆萨那 费尽心思啊 跑到了哈斯克 投奔了阿布奈汗 实际上呢 这阿布奈也就拿他 当成手里的一张牌而已 能用呢 就用 不能用啊 怎么处置啊 也得听我摆布 您还别说呀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个卡斯金诺夫啊 还真见过一次阿姆萨那 这有一次啊 这阿姆萨那 随这个哈斯克的大军呢 出征啊 去抢罗这个清军的物资 在回来的时候啊 就和这个卡斯金诺夫碰上了 可是无奈呀 当时的哈斯克大韩呢 阿布奈也在身边 这卡斯金诺夫呢 干脆一不多二不休 他就直接问阿尼 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同啊 去这个奥连堡啊 在哪不是待着呀 上我这玩两天去吧 他是这么想的呀 他有强大的俄罗斯帝国 是我的后村 我这么说出来呀 估计你这个哈斯克韩呢 也不敢多说别的 这阿姆萨那一同意呀 我领着他可就走了 这阿姆萨那刚要说话呀 哎 他一抬头 看见这个哈斯克韩阿布奈呀 正用眼瞪着他呢 这阿布奈手下的亲随卫队呀 他们的手啊 可就都摸向了刀把子 阿姆萨那呀 他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啊 哎 这我要是答应了啊 这个卡金斯诺夫 您这俄国使臣呢 可能没什么 顶多呀 就是逐出境界 可是我和我这230名 魏拉特骑兵啊 哎 还有我的家眷就算完了 哎 都得成肉馅 于是阿姆萨那 也只能抢前一步 向这个卡斯金诺夫表示 说感谢呀 这俄国政府 对我的邀请 现在呀 正是我家大韩 哎 他当然了 他指的是 这个哈斯克的 大韩阿布奈 用人之计 所以说呀 暂时还离不开我 我还不能去 得机会再说吧 哎 这俄国使臣呢 看看当时的情况 哎 也只好就作罢了 您还别说 这阿姆萨那呀 不愧是草原的枭雄啊 带领这个哈斯克骑兵啊 跟这个巴奇部队 打过几仗 没输 还就都赢了 其中啊 两次跟这个清军交战呢 赢得都很漂亮 一次这清军的带队将领啊 叫哈达哈 另一对带队的将领啊 叫达尔党俄 这达尔党俄呀 就是前文书咱们说的 隔着一条河谷 还放跑了 阿姆尔萨纳的 那个清军将领 这哈达哈呢 还不如他呢 带着一千多兵马呀 见着这个阿姆尔萨纳 都不敢迎战 直接是没头就跑 殊不知啊 这两个清军将领的 这些做法啊 可给这乾隆皇帝 惹了大祸了 在这个圣武纪当中啊 写的清楚随同这两位将军 一同出征的准干王公们呢 见两位将军 见脉无能 借清之 就是看不起清军 这些个蒙古太极们呢 他们凑到一对啊 就琢磨了 说这个清军 不也就如此吗 这八旗兵啊 吹的是乌丢乌丢的 出兵打仗吗 打不过 打输了 这都不算忙 见着敌军来了 磨头就跑 倒是什么意思啊 想咱们强大的蒙古骑兵 怎么能让这帮孙子就统治了呢 也难怪这帮蒙古太极们 有这种想法 首先说呢 前线的这帮八旗兵啊 确实太拉胯了 其次呢 他们也确实没见到啊 这八旗舰领里边的狠人 不过呀 让他们开眼啊 见识见识的日子 也不长了 因为这个痴人的召会呀 马上就到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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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